唐朝时期 张宏敬去幽州任节度使 他有两个部下 一个叫张宗厚 一个叫书庸 两个人仗势欺人 横行霸道 态度十分粗暴恶劣 他们经常吃喝玩乐 直到深夜才散 并且由大队人马前呼后 永送回家 灯笼火把照得满街通亮 闹得鸡犬不宁 他们一不高兴 就拿士兵和老百姓出气 不是乱打就是谩骂 真是无法无天 有一天张宏敬喝醉了酒又骂起来 现在天下太平无事 又不打仗 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屁用 能拉得两弹的弓还不如十一钉子 张宏敬这个坏家伙 不把我们当人看 太欺负人了 我们还等什么 走 我们现在去把他砍了 走啊 恰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 张宏敬收到了一笔犒赏士兵的经费 他从中贪污并且挥霍了一部分 站住 抓住这个贪官 抓住他 站住 张宏敬被抓了起来 并被抄了家 朝廷也把张宏敬降职为名 成语目不是钉 现在形容不是字 只是程度低落